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队的人潮已经挡住我们的去路了 当时我们发的号码牌发到300个人 结果摆了15分钟就全部卖完了 像南瓜是我上次点了它以后我就超爱的 所以你可以吃得出来它的身材实料 让年轻人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有一个体验 就是30块小小杯的 就是你就可以来吃我们今天每天现炖的燕翁 首先台湾百味采访小组呢 要带您造访市东市场内的平价美食面疙瘩 这里的面疙瘩老板呢 会先下锅大火快炒 让每天手作有Q进的面疙瘩 多了快炒的火气 再加上当天早上现熬三小时的健康天然高汤 美味等级保证五星级 CP值爆表 台北市市东市场就像天母人的厚厨房 里面有许多美食都是享有名声超过二三十年的老味道 不过今天台湾百味要带您吃的这家才开店六年的摊味 以美味面疙瘩闻名 多样化口味的汤头 不只能搭配面疙瘩 还能变化出各种国物饭类及面食 来满足不同客人的味 而且不止份量足 食材新鲜 用料是丰富又实在 正餐时来上一碗 CP值相当高呢 因此用餐时段这位置常常是供不应求 有时候人多我们都还要等 对啊 会先打电话来预约这样 刚开始还不太敢吃 但是当我吃了第一口以后就发现 哇 它的面疙瘩跟一般的店家组的面疙瘩不一样 吃面疙瘩最怕就是吃到面芯没熟透的面团块 老板福哥对于面粉的挑选特别下了一番功夫 发现每一种面粉的筋度比例都有一定的搭配方式 最后才调整出最佳黄金比例 一种面疙瘩你们房间里面吃的时候是软软的 像饺子皮一样没有筋度 有的是像我们这种的只属于有筋度的 有嚼劲的 所以说我们就找到一个配牙里面的本心里面的心 所以说它有筋度会比较好 比较有奖劲 之前好像有大概问一下 它好像有做两次的工法 然后所以吃起来就跟人家不太一样 就觉得蛮特别 蛮Q的 我觉得它的面疙瘩是软硬适中 跟我吃过其他的比较起来算是很合我的胃口 它的南瓜汤我觉得是汤头算很浓郁 我们天母这边嘴巴还是特别厉害 我们来这边做了六年了 我们就算很 算心静 心静人眼一样 新人 应该就算是新人了 一直累积 累积 累积起来的 这里最具人气的明哥哒 为何能掳获天母人高标准的味蕾呢 这福哥可是下足了功夫 在高汤中的食材都会先大火快炒 用货气来提升食物美味 可是我的东西一定要先爆香 像我把香 那个虾子有没有 先爆过 爆过了以后再高汤下去 香气就出来了 香气出来味道就OK了 我南瓜蒸过了以后再用去搅拌破锡 然后弄干了以后再一包一包 用南瓜泥 然后再煮汤头 虽然是成本高啦 可是觉得客人吃得开心最重要 好吃最重要 其他的我们再说 像南瓜是我上次点的 它以后我就超爱的 所以你可以吃得出来它的身材饰料 这个海鲜对我来讲是超值 因为很新鲜 然后又很多 所以你就觉得有赚到的感觉 老板福哥早年曾经在知名的 川菜餐厅和饭店工作 拥有一手台菜和港式料理的好手艺 后来因为台湾经历过一段 房地产热落旗 他就转行当起了房产经纪人 在步入中年后发现依然难忘 在厨房敲锅产的快乐 于是决定与在证券公司工作的另一半 来到市东市场用好料理和客人结缘 来 小心喔 我自己偏爱的是那个皮蛋 对 皮蛋 老板很用心的是他自己制作的绞肉 然后微辣 可以稍微加点辣 然后提味 皮蛋 绞肉干面 也很好吃 一定要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是蒜泥 然后再姜末 然后先把它炒 炒香 炒得差不多的时候油都出来了 然后酱油 重点是在这我们的辣椒 辣椒这是自己做的 特制做的 一般外面的辣椒是不行 没有香气 然后这个把皮蛋煸炒 融入了以后差不多 好 然后高汤 福哥说他的高汤鸡顶 只选蔬菜 洋葱 甘蔗 猪大骨和鸡骨 依照一定的比例慢慢熬煮 亲自上菜市场挑菜 而且是当天现买现做 没卖完的食材也绝不放隔夜 因为他知道这里的客人一定都吃得出来 为什么挑这家是因为 我觉得他所强调的就是番茄 番茄或者是南瓜 就是比较用天然的食材 像番茄它煮得也很好 它的汤头蛮甜的 而且吃完回家不会想喝水 那我是用整个用番茄 番茄下去熬煮 汤头还有大骨那些基本的骨 还有就是来去弄 去熬个差不多两个中和半 烧鲜酒一点点 这个大功告成了 脑筋动的快乐福哥 发挥之前卖房投其所好的经验 知道小吃不能只卖单一品项 于是将自己费工熬煮的汤头 变化出更多种选择 我小孩他会比较喜欢吃他们的锅类 对 如果不喜欢吃面疙瘩 那你可以换饭 对 那主要还是汤头 我自己就蛮喜欢吃它的锅物 像虾子 你吃起来当然不会像有些 有加工过很脆 但是吃起来你觉得是有新鲜度的 除了面疙瘩 锅类 肉燥饭等主食 福哥的小菜也是一等一 而且都是需要耗食 耗工手作 像这里的卤大肠都会费工清洗 用葱 姜 米酒汆烫除去腥臭味后 再用13香中药等下去炉煮焖至一个半小时 就连常见的泡菜客人也说自己就是做不出来 一定要特地来吃呢 他们手做的泡菜 这个是我学不会的 我现在都来这边点 因为自己做太冷 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他这边吃最惊艳的是细节白肉 我觉得他很像有处理过 就是说他先憋过 把那油憋掉 然后他的肉选的是里面有一些脆骨 所以吃起来真的还蛮惊艳的 福哥夫妻两人从房产投资业 中年决定重新来过 在市东市场卖起小吃 重启人生下半场 主食令人佩服他们的勇气与决心 本身自己对吃的是有一种兴趣 只要你的兴趣你做什么都不会累 做吃的是很累 可是我觉得做得很开心 一个戴着帽子帅帅的大哥走过来 就是请问这是在卖什么 我可以吃一碗吗 结果他口罩拿下来黄秋生 曾经在台北东区宏极一时的 深夜排队美食和牛卤肉饭 现在夜市也能吃得到 广告回来告诉你 曾经引起一阵排队旋风的 台北东区和牛卤肉饭 半夜初谈快闪 疫情前总是在巷弄里 造成长长的排队人龙 连影帝黄秋生都难抵挡他的魅力 如今老板将路边摊品牌化 在热闹的夜市也能够吃得到 今天台湾百味小组 就要带您到南亚夜市 来一尝他销魂的好滋味 帅哥 要两碗 两碗吗 好 稍等我一下 这碗就是之前 在台北东区街头最夯的 深夜和牛卤肉饭 现在也进駐到板桥南亚夜市了 吃过的朋友真的都会大呼 回不去了 平常吃不起贵生生的喝牛 变身成了大家都吃得起的 平民小吃咯 因为我本身是周外的时候 然后就大概七八点下班 然后会在这边晃 觉得想说来吃吃看 然后吃了之后 最后一个礼拜会来四五天 这个一天可以卖几桌 這個一天的話 大概是可以賣三鍋左右 我過年期間有賣過300萬 對 一天 就搖到手快斷掉了 79年次的老闆羅明翔 從台北東區轉戰到南亞夜市 就是想將因疫情 不得已暫停的深夜食堂 和牛滷肉飯 重現在大家面前 一開始在東區 對 就是一個深夜美食 沈憶怡也有去那邊排隊 然後去吃他們的來教學 對 沒想到 簡直在家裡不家父親 覺得好驚喜 和牛滷肉飯深夜食堂 是一個美麗的意外 當時羅明翔 在台北東區的燒肉店上班 每天修下來的和牛煸餃料 是越修越多 大家臨機一動 就做成了肉燥來配飯吃 結果就一路的 從員工餐變成正式菜單 後來點子越來越多 決定出來擺攤 就成了宏吉一時的 快閃和牛滷肉飯 那個時候我們準備了100份 然後我們腳踏車騎 騎到東區的門口的時候發現 排隊的人潮已經擋住 我們的去路了 當時我們發了號碼牌 發到300個人 結果擺了15分鐘 全部賣完了 當時這個每週六半夜12點 才會出現在東區街頭的路邊攤 連香港影帝黃秋生都吻鄉而來 那時候他來得很特別 他就是一個戴著帽子 帥帥的大哥走過來 就是請問這是在賣什麼 我可以吃一碗嗎 結果他口罩拿下來黃秋生 結果全部人尖叫 然後開始拍照開始分享 當時我們就非常的 受大家的關注 請問一下當初你怎麼會知道這邊 因為我之前在東區吃過 然後想說剛好在我這邊 剛好新台一間在我家附近 所以我就趕快過來吃 很香很好吃 拌飯都很好吃 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有和牛的一些邊角料 像你可以看到金膜 香菇 但以前我們有放蝦米 但因為會蓋味道 所以我們把它取消掉 只留下和牛純粹的味道而已 其實我們大概來來去去研發了 八次吧 才到了現在這個最終的階段 跟一般以往那種滷肉飯不一樣 然後和牛滷肉飯呢 我覺得它的牛乳香 讓這碗和牛滷肉飯更畫龍點睛的 就是這顆讓人念念不忘 用和牛油炸的半熟鴨蛋 這個是用我們那個和牛油啊 它多餘的油就會被我們炸成這個油 然後來做炸蛋的東西 你的油溫一定要控制得非常漂亮 我們要快速地把它處理好 我每次吃完一顆蛋 我想要再吃第二顆蛋 因為它蛋吃起來真的很順口 對 而且它的牛肉飯吃起來有補膩 半熟蛋這樣搓的時候有那個破掉那種感覺 我很喜歡那種感覺 然後在拌飯吃起來還不錯吃 半熟的炸鴨蛋飄著和牛香氣 戳破的蛋黃肆意在了和牛滷肉與米飯中 加上大把青蔥與自製台灣古早味辣高麗菜 濃郁中帶著爽脆口感 讓人吃得相當豐富又滿足 老闆羅明翔選擇在從小長大的板橋為起點 重新出發 在南亞夜市定點營業 回客率在他努力經營下穩定成長 甚至也透過社交平台直播 拓展品牌知名度 讓夜市小吃不再局限於地獄性 我每天上班還會開直播 真的喔 對 還蠻好玩的一個經驗 那甚至也有朋友會從新加坡 飛過來吃吃飯 對 是一個蠻特別的 很開心喔 你對他們很開心 謝謝你 羅明翔每天下午4點 開始擺攤做生意到半夜12點 說起自己夜市人生的啟蒙點 應該源自小時候的家庭變故 就在心中埋下了想創業賺錢的種子 我在13歲的那一年吧 父親就已經因為車禍離開我們 那那個時候是我媽一個人 帶我跟我哥兩個人 那他沒有工作過 很小的時候 什麼辦法都沒有幫助到我老媽 那個時候就下定決心 一定要好好的照顧他 就是要旅行 老爸給我們的諾言 因緣際會下 看到有人在澳洲打工度假 那我就想說去嘗試看看好了 去殺牛 然後殺牛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待了大概六年吧 打算說 把自己的媽媽也帶過去 因為我們從小就只有媽媽一個人 也要帶大人 那帶媽媽去 但媽媽其實不希望離開台灣 所以跟哥哥商量後 決定就是說兄弟倆 其中一個人要回台灣 就盡照顧媽媽 但台灣的薪水實在是沒有辦法 很... 讓人放心 對 所以才會選擇創業這條路 他從來沒有做過飯 就一次跟我說他要做飯 他嚇壞我了 那我想說他可能做兩三個月 就要收起來了 然後沒想到他做了快一年 我覺得好厲害 然後那個飯怎麼煮 都是他一手自己包飯的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 滿用功的 滿努力的 從以前媽媽眼中 連飯都不會煮的大男孩 到現在煮五米都能講的 處處是學問呢 我們日式料理的壽司米 其實最主要就是它的水分嘛 水分要掌握得好 然後還有它悶的時間非常重要 所以它才可以這樣子 有辦法粒粒分明的感覺 從煮飯改進肉燥滷汁 羅明翔一步一腳印 建立品牌新形象 現在也與朋友積極拓點 在永和三重中立等夜市 成功插旗 更會依照各地的地緣反饋 研發出其他特色菜單 那牛肉湯的話 是為了配合當地的居民 他們給我的反饋 就是說吃飯太乾 需要喝個湯 當初是我特別跑台南 然後去請教師傅 因為我想說 怎樣可以把那種台南的手沖牛肉湯 帶到夜市來 那他也跟我說 如果你在夜市 溫體牛不好保存 那你可以使用什麼樣的牛 然後做什麼樣的處理去沖它 湯頭的話是使用雞大骨 然後跟蘿蔔 還有一些米酒 因為米酒在熬煮的過程中 它會揮發掉它的酒精 之後會變甜甜的湯頭的味道 每次都來都會避點牛肉湯 牛肉的鮮味帶一點甜味 所以又跟一般台南那種牛肉湯 又不一樣 而且它的牛肉 是用板件流下去做的 很嫩 它不會像一般肉片吃起來 就是彩彩的 除神之毒不畏虎 闖就對了 就是羅明翔 創業路的最佳寫咒 它不斷提升食材品質 將小吃品牌化 更會利用網路平台優勢 讓台灣小吃跨出國門 讓更多人想到這裡 品嘗和牛滷肉飯的銷魂滋味 我買來吃蝦子的 吃蝦子吃完有的人會過敏 可是它這個蝦子看吃起來就不會了 隱身在市場內CP值爆表 清明價格又新鮮的活蝦料理 廣告回來帶您去品嘗 新竹城隍廟市場中隱藏著一家超平價的活蝦料理 而且不要以為價格清明食材就不講究喔 這裡的活蝦都是米廳下午從屏東直送來的 新鮮程度可是連吃蝦會過敏的客人都親身驗證過 我們趕快去嘗先吧 這家隱身在新竹城隍廟市場裡的活蝦料理餐廳 可是許多新竹在地人打推的美食名單之一 主打活蝦料理評價又新鮮 口味多元美味 吃過的人都大讚回不去了 他的蝦子怎麼樣 新鮮 因為一看到你們點 我剛才一來就點第一道菜就是這個 許烤蝦 非常的美味 非常的好吃 鮮味夠濃郁吧 我滿來吃蝦子的 吃蝦子吃完有的人會過敏 可是他這個蝦子看吃起來就不會 還滿新鮮的 沒有那種超抽筆 我在那邊可能吃蝦子都很容易會過敏 他們家的新鮮不會 重點是他們家CP值很高 超好吃的 能得到如此高評價 就是因為活蝦的新鮮度 是經得起吃海鮮會過敏的客人掛保證的 老闆小管說 為了確保新鮮與品質 霞車都是每天從屏東現送過來 堅決不用死蝦 不過現在能每天穩定提供新鮮活蝦 都是用學費換來的產生經驗 一開始不知道要怎麼養 它適合什麼溫度的時候 我有一天吃十幾斤 對 很恐怖 後來就發現說其實 好像海鮮類它的溫度到一個 讓它暈眩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它是不容易死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打冰 就是把它的水弄冰 可以讓它呈現昏倒 它是活的但是它就是暈暈的 你有沒有看起來大概多大的 就這種大小我就是覺得OK 讓它夾我 夾你 讓它夾我 現在都不會怕 以前剛做的時候很痛 像這種 我就會要求它給我這種紅頭的 對 我就是用一般的價錢 然後教它給我好的品質 這種紅頭的有比較好嗎 這種紅頭的就是 它前面會有點像紅寶石這樣子 對 有的人就是偏愛那個 它就是母蝦 母蝦才會有紅頭的 對 那公蝦的話就是吃高 來到這裡桌桌必點的 就是店裡的招牌胡椒蝦 不過剛開店時也曾被客人打槍過 經過老闆不斷調整後 才成了現在香而不刺辣的口感 胡椒蝦 其實我移到店面的時候 胡椒蝦也是被客人打槍的 為什麼 對 因為我當初用的粉 它的香味跟辣度不夠 對 然後是後來又一直找到 適合的胡椒粉 對 然後最後是找到南部的 南部有一間就是它幫你調 你想要的味道這樣 胡椒蝦我是用 我有用兩種調味料 對 一種偏香 沒有辣 我一開始就是全用這一個 這一個中藥行的 然後客人跟我反映說不夠辣 第一次的調料主要在於增香 加入米酒去腥提香 搖晃攪拌均勻後 蓋上鍋蓋燜煮至收汁 再加入老闆請中藥行特調的胡椒粉 胡椒粉 那這個胡椒都可以下第二次粉 這第二次粉就可以吹了 胡椒蝦香氣從爐台送到客人桌上 沿著飄香 胡椒完全包覆在整個蝦身 加上事前的開蝦背 讓胡椒整個入味蝦肉中 香氣十足 但卻沒有一般胡椒粉的刺辣 非常順口 一吃就停不了口 其實它蝦子很新鮮 然後第二個是 這個胡椒粉我到外面沒有吃過 應該是他們自己店家特調的 很香 然後它 它那個口感很Q彈 胡椒鳳螺 我覺得它是下手菜的必備品 因為它 你看喔 你看 它的胡椒本身就很特別 那你把它挑出來的時候 會裹著胡椒的辣味 然後它的口感更Q更辣 咬著咬著咬著 香味會慢慢散出來 我覺得也很棒 八年級生的老闆小管 從小是一位桌球選手 在學生時代放下他最愛的桌球後 也曾迷惘走了岔路 後來轉戰餐飲業 決定創業後 將學習桌球的毅力 轉換成前進的能量 其實那時候算有點走投無路 我覺得 因為 因為其實我接觸的工作 都是餐飲業內用 或者是一些 所以那時候疫情的時候 其實是完全沒有工作的 你要找相關性質的 大家都停業 對 對 所以那時候遇到 看到這個機會 然後他的進場的成分 很低的時候 我就有決心說 就算會失敗 也要就是堅持到最後 一開始只能硬著頭皮 用一萬五的資金 在市場擺起了活俠料理小攤 索性開店之路歸人不但 那時候 因為決定要做這個的時候 身上沒有錢 對啊 因為那時候遇到疫情沒有工作 大概兩個月吧 所以其實身上也存不多錢 就是也花得差不多了 我之前工作的那邊 老闆也沒辦法 因為餐酒館 他也沒辦法就是營業 然後我就剛才打給他 我說 老闆娘那個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台子 爐具可不可以借我 對 然後他也很疼我就是 二話不說就是馬上 對 趕快過來幫你幾點要過來 我去幫你開門 對 然後就用借來的設備 對 在疫情期間勇敢創業 著實佩服小館絕處逢生 不輕易言敗的運動家精神 以外送外帶的擺攤模式 在疫情期間硬是闖出了一條火路 進而才有了現在內用店面的規模 開店後小館也增添了更多 活下料理的口味讓客人嘗鮮 金沙蝦也試了很久 對 因為其實我要做金沙蝦前 其實我去吃了很多有金沙蝦 我去吃比較大的連鎖店的 對 我去吃他們的 然後再去找有金沙相關的 金沙豆腐 金沙中捲 對 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 對 然後也是一直去問 有做餐飲相關的一些師傅說 這個金沙蝦到底怎麼弄 對 但是每個師傅講出來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去取我覺得OK的部分 把它綜合起來 小館也會因為料理方式不同 將活蝦做不同的處理 有的是開蝦背 有的則需要將蝦生去殼 金沙會附著在它的那個蝦肉上面 就是不用剝殼就可以吃了 不是餐飲科班出身的小館 料理都是靠自學 光是如何炒出綿密好吃的金沙醬 也是不斷從失敗中找方法 這一定要把它弄細 越細越好 越細它泡會越綿 就是金沙會越綿 它一開始做 不知道抓那個火候的時候 其實是很常燒焦的 對 就是你現在就焦 怎麼焦掉了 其實這個油溫要很甜的好吃 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對 像這樣子起泡就可以了 將事前去殼活蝦過油酥炸後 拌入金沙醬 以小火充分拌勻不黏鍋 就能美味上桌了 你看一剝開 然後跟鹹蛋黃跟蝦子的鮮味對起來 還有那個沙沙的口感 是超特別超特別的 我覺得超好吃 這裡除了胡蝦料理 小管也去海邊 找到了海水養殖的鯛魚 提供給喜歡吃魚的朋友品嘗 料理方式也很多 其中蒜蠟魚的醬汁 更是他自己研發調製而成 我會淋上米酒 米酒魚露 然後這個醬 是我們自己調的 這個麻辣醬 撒上蒜味粉與大量 蒜碎辣椒碎之後 包上錫箔紙 經過燜烤15分鐘 就可以新鮮上桌 很鮮啦 因為外面可能你吃到一般的魚 它的土味會很重 它是活魚又是海水養的 吃起來很Q彈 它不會像外面的魚肉鬆鬆的 沒有土味 死死的這樣子 然後它的調味也都很棒 來這吃活蝦活魚 總免不了飲酒助性 各類的湯品與燒烤炸物 當然也是少不了的配角啦 這道蒜頭雞湯 雖然只是用 逆滲透的清水熬煮雞腿肉 但是老闆用了大量新鮮蒜頭 蒜碎與炸過的蒜頭 一同來大火快煮 最後再加入隔離與枸杞 這蒜香味與隔離的鮮味相融合 可是比高湯熬煮出來的味道 更甚一籌呢 除了清甜它的蒜頭 會有一種綿綿的感覺 它化在雞湯裡面的口感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雞肉又滿Q的 因為它都現做的 所以你吃不到外面會有一個 臭臭的那個大蒜素的味道 我覺得超棒的 還有還有桌桌必點的 花枝蝦油條 是市場海鮮攤的鄰居阿姨 推薦的輕食好物 油條中包裹嚴選的 花枝漿與蝦仁漿 酥炸後沾上泰式酸辣醬 是一推出就非常熱銷的炸物喔 隔離阿姨就會說 他這次去基隆 他有新的產品 對 然後他都會說 小管拿去拿去 他會給他錢拿 不用不用拿去是 對 好吃的店可以賣 小管真心感謝在創業路上 不斷有貴人長輩相助 雖然當初帶著些許遺憾 放棄了桌球 但是在比賽中深刻體認到 求是員的 不到最後不輕言放棄的態度 也讓他的創業人生 走出自己的路 冒烤鴨是這幾年 在中國大陸地區 比較盛行的一道料理 裡面富含了接近30種的 不同的辛香料 台中新興美食川味冒菜 結合烤鴨牛小排精致升級 高品質的評價好滋味 廣告回來帶您取嘗先 冒菜是川菜中一種庶民美食 在台中就有一家 主打各種口味冒菜的餐廳 不但有舒適吸引的用餐環境 還有烤鴨牛小排等 多種口味做搭配 尤其是他們的麻辣湯頭 一近30種的辛香料製作而成 香氣獨特 光聞味道就令人實質大動 重點是 主打評價美食去有高級的享受 我們一起去看看 愛吃辣的朋友絕對不能錯過 台中這家四川冒菜料理 雖然冒菜是一種成都小吃 但是這裡將庶民小吃精緻化 保留冒菜誘人的特殊風味 又有舒適的用餐環境 難怪一要成為網友大推的 平價美食CP值真的超級高 整體的呈現方面 我們希望說它比較有餐廳感 但是我們用平衣進人 比較親民的價格 一樣可以吃到餐廳的 餐廳帶給我們整體的舒適感 當初會想將冒菜帶進台灣 就是被冒菜裡誘人的湯汁與香氣吸引 讓人一吃就愛上 像我們這個冒菜烤鴨吃 其實之前是沒有人做的 然後我們想說把它引進來 給台灣的品種吃吃看 冒這個字就是 等於是把食物用汆燙的方式 把一些湯汁味道 把它給算進去 有一點燙的那種感覺 所以也許在當地 有一些路邊小吃 就像我們的蘆味這樣 他們會加一些他們想要吃的食材 然後交給老闆 交給店家 他們去把它傳燙入味 主要是這樣 所以說有各式各樣 各種各樣的形式 那冒烤鴨是這幾年 在中國大陸地區 比較盛行的一道料理 冒菜料理最主要的靈魂 就是各家自成一格的湯頭啦 餐廳主打的麻辣湯頭 是以前經營的麻辣滷味基底 再經過研發而來 我們的醬料就是 乍看是很簡單 它其實裡面富含了 接近三十種的不同的鮮香料 我們調製而成的 那這個由來其實是我們在 大概在幾年前 我們自己也有開了一個滷味店 然後到時候我們就用 這樣子的三四十種的調味 還有鮮香料的 還有香料的方式 然後去呈現 讓它的底味給煮入味這樣 那最後這個 我們還加了一個波油 以及加入我們特製的 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 三四種香料 組合而成的香粉 主要是讓它做最後的一個 提味提香 它本身是沒有鹹味的 但是它會藉由這樣的動作 可以讓它最後的 特殊的這個香氣 發揮到最大化 烤鴨在這方面的呈現的話 它會吸滿它本身 我們冒菜湯底的香氣跟湯汁 第二個是它可以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主菜的呈現 比如說我們也加了牛小排 我們也加了冒菜 讓台灣人會 不只是吃一些單純的 像滷味這樣子的小料 我們也可以放一些豐富的 煮菜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是 比較適合台灣人的一個呈現方式 裡面有很多的大排菜 它吸附的湯汁非常的濃厚 非常 嗯 還有很多的 蓮藕片啊 馬鈴薯啊 它們都有吸附到湯汁 很入味耶 非常的好吃 吃得出來是師傅自己炒的 還有帶有一些中藥味耶 嗯 所以你很喜歡 嗯 非常喜歡 它們這邊冒出來 口味不會很重 它是偏一點媽媽 然後一點點辣的感覺 不會比較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這裡除了香麻不辣喉的麻辣湯底 餐廳也以南瓜為基底 調製出微酸帶著蔬果香甜的 金湯口味 讓不吃辣的客人 也能品嘗冒菜風格的美食 金湯的話其實在四川來講 比較多的是用酸菜來呈現 對 因為酸菜其實煮完也是 呈現金黃的顏色這樣子 我們把酸菜改成南瓜 那藉由它本身的甜味跟香氣 我們也做了一個一樣濃郁 一樣順口開胃 但是不辣的一個金湯口味 它的味道比較獨特 再加上我們有加一些特殊的 南美辛香料下去 所以說它的風味很不一樣 但是你也不會覺得它是 雖然不辣 但是它就很淡 它一樣是很強烈的 會刺激你的味蕾 那是藉由特殊的香氣 還有酸甜感 所以我覺得即便你不吃辣 來吃這一道也會非常的過癮 裡面有加白醋跟薑黃 所以會有酸酸甜甜的口感 主要它的白菜多 然後我是比較喜歡吃蔬菜 所以吃得很爽很帥脆 它牛小排跟金湯那個的湯汁搭配 我覺得是可以把牛小排的口感 跟那個氣味就是更提升上一層 身為主理人的馮允暉 多年前與合作夥伴遠赴大陸創業 因而有機會吃到會令人上癮的 川式冒菜 在事業重心挪回台灣後 在夥伴們一起打拼下 激盪出各類型的特色餐飲 而冒菜料理就是其中的品牌 主打的是用大家都消費得起的價格 享受高品質的餐飲 連一碗小小的乾麵 或者是小配菜 也要有自己的風味與精緻擺盤 其實中國在某些城市 比如像武漢或是四川 他們有些會挑選比較 口感比較Q的麵 那但是口感比較Q的麵 通常加的鹼會比較重 所以說有些人不喜歡煎水的味道 所以我們就特別挑了口感像 但是沒有鹼味 但是它的麥的香味也非常充足的 杜羅蘭小麥 類似像義大利麵這樣的口感 所以我們最後挑選這樣的呈現 這道小麻辛麵不同於一般的乾拌麵 是以麻辣醬汁炒製而成 讓麻辣香氣先預火增加濃郁感 再加入香濃的芝麻醬中和麻辣口感 只留香氣於麵條中 外面的乾麵的話它的麵 麵體是比較粗的 它是細的所以可以一口接著一口吃 所以口感的話不會膩 這裡蔬菜的料理方式 也不同於一般的水煮或大火快炒 而是用烤製將蔬菜的甜味鎖住 我滿喜歡吃他們的爐烤娃娃菜 對 它那個就是我覺得很順口 然後上面的那個香料的味道也很香 他們好像是用那一個 就是南美洲的番膠粉 就是基本上台灣不太會吃到這種香料 對 調味滿特別的 因為料理都是重口味 為了平衡味蕾 團隊運用以往開飲料店的豐富經驗 調製出獨具特色 在別的地方喝不到的養生飲品 像是我們的熬夜水 裡面就是很健康的成分 就是蜂蜜 人參 當然我們用特殊的處理方式 讓它保留它本身的營養 跟本身的香氣 但是它原本讓人家討厭的 那個人參的味道幾乎就拿掉了 所以不喜歡的人參 真的其實在喝我們的熬夜水 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或者是有它討厭很不喜歡的味道這樣 它是蜂蜜 蜂蜜然後裡面會加各種重要 然後最貴的其實是它那個人參這樣子 會放一整根人參在裡面 然後讓你可能有時候 上班不加累啊 就喝一瓶會有那種補充元氣的感覺 素顏水的話就是我們加了比較酸甜感的一些 健康的材料進去 所以我們裡面就加了一些 美國的特調 然後再加一些清涼的滑潤感 所以我們就加了寒天進去 同時也有節膩很清爽的一個效果在 我很喜歡吃有果凍的東西 所以喝起來的話就真的很爽 想來一場充滿記憶點的美食饗宴 這裡的川式美味 保證翻轉你的味蕾體驗 下次來台中不妨來嘗鮮一下 重點是高貴不貴 一定幫你省荷包 又能滿足你的口腹之欲喔 吃燕窩竟然只要同板架 高貴不貴大家都能吃得到 廣告回來帶您一起吃燕窩 滋補養顏變美麗 原本是深耕迪化街南北貨市場 超過六十年的老店 在媳婦李敬偉的推動下 將傳統高不可攀的燕窩 變成了人人吃得到的甜點 結合了創新冰品 豆花 用最平易近人的價格 讓顧客可以吃得到精緻美食 而過去需要費時燉煮的燕窩 也研發出快煮三十分鐘的 即時燕窩 帶您一起來看看 我要加粉圓 粉圓 還有那個QQ圓 QQ圓 好 那要不要試試看加三十塊 試試我們的燕窩 我們有賣燕窩 要不要試試看 三十塊 對 三十塊 好啊 OK 琳琅滿目的配料任君挑選 不過這間 位於熱鬧東門捷運站 臨近永康商圈的冰果市很不一樣 因為這裡用銅板架 就可以品嘗到精緻的現頓燕窩 生平第一次吃到豆花加燕窩 吃的都沒有消化 為什麼沒有消化 因為永遠會懷念 冰果市一下子湧進了許多人潮 好 這位大哥熟門熟路 從淡水直接帶對 呼朋引伴來這吃冰 餵的就是這一杯杯 晶瑩剔透 現燉 即可食用的燕窩 在這邊你可以選擇吃 沒有調味的燕窩 還可以直接加進豆花 剉冰一塊享用 滿清爽的 而且這一些豆花這一些 不會很甜 就是清爽就是覺得 吃下去很健康的感覺 沒有負擔 很貴 我們就第一口 第一杯就先喝了燕窩 本來想說非常非常貴的 魚翅之類的 鮑魚之類的 可是竟然只有30塊錢 就可以吃到這麼高檔的燕窩 而且口感非常好 很Q 很濃稠 不像外面的 比如說魚翅根 那個稀稀的 那這個燕窩 可以整口吞在 吞在嘴巴裡面 感覺那種Q的 Q的那個特殊的口感 這個創新又清明的燕窩吃法 幕後的創辦人李敬偉 原本是個單純上班族 附加在大稻城 迪化街一帶 做傳統南北貨的批發生意 在當地市場生耕60年 我公公是十幾歲 就自己創辦了 南北貨的這種雜貨店 其實它不是像迪化街這種 美輪美奐的這種中藥鋪 我們其實就是 在龜衰街上面這種 給人家補貨用的這種 有點像軍火庫 魚翅乾貝燕窩各種乾貨 對於批發南北貨 老店媳婦李敬偉來說 在公公手把手指導下 自然是再熟悉不過了 會主打燕窩創新的吃法 就是希望把有點距離感的燕窩 推廣到一般消費者市場 為什麼會從燕窩下手 是因為我自己 第一 我自己很曖昧 所以我自己就想說吃個燕窩好了 結果沒有想到 家裡的燕窩非常多種 然後發現燕窩的品質 也確實是價差很大 然後也稱之不齊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李敬偉從冰果市 豆花甜品來結合 燕窩如何巧妙搭配 又不衝突 還要能讓年輕族群 以平易近人的價格 體驗到燕窩的滋味 每個細節 李敬偉一一考量 燕窩在本草綱目裡面 它是性味瓶的 那其實就是 Everybody都可以吃 那所以我們用冰品來代入 是希望年輕人也可以接受燕窩 對 那就讓年輕人也知道說 其實我們有一個體驗 就是三十塊小小杯的 那就是你就可以來吃 我們今天每天現燉的燕窩 我們也把燉鐘都放在樓下 每天都讓客戶看到 我們每天都是新鮮燉的燕窩 像我們的豆花 我們用的也是非基改的黃豆 就是台灣的黃豆去做的 那我們的糖水也很特別 我們是用紅棗水 我們就是也是結合南北貨 我們是用紅棗水 所以其實光我們的那個豆花 其實加紅棗的糖水 第一它沒有那麼甜 那第二呢是它也比較養生 對 然後如果加上燕窩的話 它等於就是一個 其實你可能你平時吃燕窩 你就是會跟紅棗一起燉 那等於它其實就是 完全match在一起 不過最令人好奇的是 以往燕窩給人印象 就是得花費長時間處理 發泡 現在要做到把燕窩放進 街頭冰果式的傳統豆花 剉冰當配料 還要客人隨點就吃得到 縮短烹調時間 簡化燉煮燕窩的方法 就很重要 我每次發泡的時候我就發現 其實上面這一塊 是馬上就軟了 我都是永遠都在等下面這一顆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壓縮的這一個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去研發出 這個叫做精緻燕窩 我為什麼敢取它叫精緻燕窩 就是因為它其實就是 這一片燕窩裡面最精華的地方 它就是這個地方 對 最精緻的地方 不管它是這樣子這樣 都是它最精緻的地方 當時都是敷蛋蛋的地方 對吧 一個它在這樣子放在 那個鳥巢上面的時候 蛋蛋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小鳥呢就是在這個地方 長大出去的 李敬偉在馬來西亞 從金絲燕竹巢的燕窩 採收燕窩整條洗滴生產鏈 大公開 全程以無菌的過濾水 高溫浸泡沖洗 全人工仔細的一點一點的 挑除羽毛雜質 這也讓燕窩後續在實用上 省下很多功夫 以前的人會覺得燕窩貴以外 主要是因為它很廢食 我得泡 我還得挑毛 所以我得請一個傭人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 燕窩好貴 好麻煩 所以反而去買一些 就是人家的那種即時的燕窩 但是我們是希望大家 親眼看到自己燉的燕窩 從它白色的變透明的 其實非常療癒 也很有成就感 那你也看到你的食品 是直接是這樣子呈現出來的 那其實就會覺得說 自己吃得也很安心 這裡除了吃冰的以外 甜品杏奶燉燕窩 熱熱的喝也很滿足 自己在家裡又要 要要先前面先發 發完又要挑 挑完以後再去燉 突然就裝起來才可以吃 這很麻煩 那這裡這樣錢又便宜 你們是算便宜了是不是 所以還是值得 還是值得 感謝你的收看 歡迎加入台灣百味臉書 以及專屬YouTube頻道 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美食資訊 我是洛宇文 我們下次見